三高四富都只能去感慨 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 常常就敏感话题直书几件 他是有人大炮之称的 北京房地产商人任自强 在中国国家主持习近平上任之后 不改作风他斟扁实施 大骂国有企业改革 18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际改革问题 到19届三中全会还在提国际改革问题 也就是五年什么都没干 他敢讲敢批 2016年他指着习近平 把官媒央视当靖软 曾在微博写道 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 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 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 2020年他曾批评中国体制抗议失败 孙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谁不让他当皇帝就让你灭亡 写完这一篇一度传出任志强 下落不明 外界再度看到他的身影 出现在这 任志强在狱中照片曝光 七十一岁的他正在牢里做工 年之之和 他比习近平年长 一样是中国的红二代 还担任过北京市政协委员 一样逃不过习近平的魔掌 被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以及国有公司企业滥用职权等罪 判刑十八年 罚金四百二十万人民币 任志强的状况是基本上 他就是任大跑道是二代 那他跟这个王岐山之边的合作 对习近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 所以对于任志强的这种抨击 其实是敲山震的一个效果 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 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 他们也不是靠了共产党 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他们对政治制度的一个不满 或者是他们对相关政府的政策的不满 其实他们会直接表达出来 不过这次早期在胡锦涛时代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很自然的说出来 可是到习近平的时代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他在紧缩所谓政治上的一些空间 或者是说就连经济发展 都要牢牢在握的话 那其实这也是 他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个下场 下场凄惨的还有河北省 被称为良心商人的孙大武 三十多年前 他从养鸡养猪开始创业 大武集团横挂了食农 营建医疗年产值三十亿人民币 去年中共抓捕孙大武和家属 公司干部三十多人 被控挑衅滋事 聚重冲击国家机关 非法占用农地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诈骗 等九项罪名 中共还大肆宣称 孙大武认罪 企业有官方接管 这下子地方上餐馆据说生意 降了三分之一 可见孙大武的影响力 专家分析 那些得罪习近平 下场凄惨的企业家 除了大炮个性 还分为三类 一个像马云 企业大道威胁中共政权 另一种像任自强 直接辱骂习近平 而孙大武不服地方政策 却深得人心根本踩了习近平的蕾 在明年一月的 这个中共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里面 势必会把所谓的市场的监管 或者是所谓的经济的稳定 然后甚至是说金融市场的维稳 这些相关的一些词据 纳入在工作报告里面 再到明年的三月 两会的开始运作 那这会是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 一个经济政策的方向 现在的中国 不需要了解经济的落手 也不需要企业良心主 因为中国的生存之道 就是千万千万别得罪了习近平 今次网络是梁丽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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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